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上,Steven 早上 早上阿伐,早上各位 今晚大家又被特朗普嚇壞了 你這個狂人真是炒開有扣癮 之前一個人辭職,今次真是被辭職 今次又炒多一個 現時班子不知還有哪一個被辭職 今次是解僱國務卿太立心 之前都沒有傳過有什麼事發生 突然間炒了他 現在市場解讀會否在特朗普和北韓見面前 就要先整頓一下自己的班子 但也有其他聲音說到 現在連負責外交的國務卿都被人炒 和北韓見面這件事 還有多少成機會可以有和平的姿態呢 記起當時特朗普委任內閣的時候 這個Vax Tillerson 其實他是前ExxonMobil的CEO 就說跟俄國方面相當之好關係 早前就說到特朗普通俄 忽然之間跟俄羅斯關係很好 其實都說過這個蒂勒森中間一定有所幫助 因為他跟俄羅斯的石油相關 以至跟俄羅斯都一直保持一個交情 今次就炒了他 但是也很奇怪 如果說為了接下來跟北韓去電面的時候 來執一執自己的內閣 那都幾奇怪 難道他下次每一次見不同的元首都收拾自己的內閣 那他的內閣都真的動得多厲害 除了炒了一位人興之外 貿易戰方面有些新的消息 有媒體引述說 特朗普政府計劃下星期公布一系列正式針對中國貿易的措施 包括向中國商品徵收高關稅 對中國投資進行限制 以及對中國旅客簽證私家限制 現在這麼喜歡向外走去旅遊的話 他就不讓你入境 是啊 沒錯 早前都很重視是火就未燒到埋身 一直就對於中國方面那些貿易上面 雖則就經常都說你佔他便宜 令他善很多 但是情況就沒有具體的一些細節 或者傳聞出台 既然現在市場上面 都有再提起這件事 有儘管看看會不會有這麼常實質呢 同時間會不會惹起 留意著人民幣呢 人民幣方面 早前就經常擔心 究竟內地中央方面 會不會壓人民幣 人為地 來報復這次的所謂貿易戰 這方面要留意 但是現時來說 這些都是傳聞來的 是啊 審視就不止美國 歐盟方面 歐盟都說要針對中國 或者會延長中國鋁駁出口商的反傾銷稅 考慮會不會對中國出口 超過10公斤的鋁駁 連他都出手 是啊 再徵收多5年的關稅 究竟這件事還要搞到何時呢 會不會要等 之前不是說 白宮經濟顧問科欽就有離陰了 要等新一位朋友上場之後 再看看對貿易的態度 如何才能解決戰爭 我以為美國和非美國成為兩大陣營 歐洲和中國會連成一線 槍頭一齊對外 誰知 為何這個時候歐盟要選擇又搞搞中國呢 這個真是內人尋味 要觀察 不過呢 你剛才提到 你說早前的經濟顧問科欽來任之後呢 會不會跟手要等一個新的接任人選 才可以有新的發展去看呢 事實上呢 市場呢 也都呢 就在那裡憧憬著呢 就是一個著名的財經媒體評論員 叫做古德羅 很有可能呢 就接替科欽出任白宮的經濟顧問 這位仁興呢 早前呢 就在前總統列根執政期間呢 就都叫做呢 有些功勞的 也都叫做全球化主義者 不排除呢 如果全球化主義者 即是不在理國優先 未必是太過強烈去打貿易戰 儘管觀望下這個人呢 有沒有可能呢 是不是就是他接任 這個叫古德羅 不過今晚方面呢 三大志祖都要齊齊向客 甚至一直都領先的納子計 升了七天的了 今天終於要回落了 沒錯 跌77點7511 道指現在就好像例跌 又跌171點25007點 標指方面跌17點2765 連帶現時港股開了市 都要跌到279點 31321 這個數字就看上去很熟口 為甚麼呢 我剛剛看到現時的 恒指的50天線 大概就在這些位置 50天線是31,323 現在就是321 剛剛50天線的位置 這個50天線呢 雖則就不是早前 叫做托住市場幾次的 100天線那些位置 但是呢 50天線呢 都已經是目前這麼多條均線 包括10、20、50、100 就是最高的條線 即是說呢 雖則上方未充到31790 但暫時回頭呢 就要試最高的條線 那我想呢 這條線都未穿的話呢 大家就不需要太過擔心的 因為這條是最高的線 穿了的話呢 才考慮 還有我想今天呢 低開之後呢 觀望一下市況 究竟是低開之後高走 還是低走 來判別呢 如果低開低走 陰竹插穿50天線呢 這個走勢應該是最不理想的 即是暫時半日計的話 大家就什麼都不要動 才會好一點的 是啊 那都是要看著時況先啦 那當然啦 過股有過股的行程 但是呢 恆生指數方面呢 上方阻力31790 下方支持呢 看看50天線31323有沒有支持呢 嗯 5323就是現時這個位置 最主要都等上證 等他們那邊開市 看看可否守到3天3 因為隔晚方面呢 就好像剩下10點左右 沒錯 3310是昨日的收市價 現在開出的時候呢 低11點 3298 儘管看看 是不是呢 今天都是3300點工房 除了帶市以外呢 今天都還有一個焦點 就是萬眾期待 大家都抽不到的一隻股票 是 這個呢 就是天人冥茶的一間公司 1705 看到呢 昨天大家一起說的暗盤 好像很威力很厲害 很厲害 一元招股價 現時已經2.75元 都看到呢 有些粉絲有課的 無論如何都要跟他們交代一下 沒錯 都是那句 起碼看半袖 尤其是當你有這麼豐厚的水位的時候 儘管持有看半袖 當然了 如果開市之下 是明顯急速回落陰燭的話 你自己就看位留意 不過呢 我這樣看呢 除非它真的很大棍下去 譬如 連2元都穿了 跟手一直不斷下跌 否則呢 一個這麼大的cushion 現在1到7號半的profit 是可以 起碼都看著半袖先的 從而看出呢 究竟呢 即市的支持位是哪 後市就用回那些支持位 要來做指贈 當然啦 那未有課的朋友仔 我都會建議 內心等待 看一看 看準了那個走勢 才去做部署 如果現時進入的話 真的炒美太浪 風險太高了 是啊 雖則不股頂 因為本身股上方都沒有排貨 但情況在於 升了一倍半過外 我會建議大家 就要留神少少 那這一隻呢 就開了市之後 再和大家看一看 好啊 開始之前再看幾個問題 第一位就是Joanna 問到799 何時走 見到799方面 昨天很大軍 也都這樣說 業績就嚇散了不少人之後 真的嚇了 半袖就走上來 甚至又連續升了兩天 那麼多 今天呢 其實都不是陰得特別多 來了半支揚竹的竹生當中的799 如果有貨低位買上來的朋友 就是現在跌2.5% 走不走 好啊 股份方面 尤其是低位上來的話 業績之後還有一個發佈會 發佈會之後 就由跌就轉升 目前現在的看法 股份就較早之前 連去年 那個叫做10月份 頂位都衝穿 當時 10.6的頂位 那麼我認為呢 下方 很明顯 那個11元位置 已經突破了 暫時跌2.5個百分點 而且低開是因為市場的因素 我認為可以再給多一點點來勝 大概將指賺 如果確認今天都要跌11.7元的話 才開始分階段去成 就不需要撐住 因為一天跌不穿11元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明顯突破 嗯 還有支持力度 是的 好了 今天又來到29分 先去廣告 廣告回來 立即和大家看看開市的情況 回到節目時間了 剛才看到恆生指數不被人抹價的時候 31321 現時再跌多了一點點 現在是在做31,288 跌319點 是成家榜當中 騰商當然是第一 反而中移動也算是挺高的 一開始 現在就已經排第二 現在第三位 都高不高 就是賓士國際 2.92 剛才開2.75 沒錯 不過今天有隻冷門夜上了榜 1319 海華壓葉 就想起葉翠翠 是的 沒錯 做典當的生意 忽然之間 就從低位 目前已經是超大型成交 破了紀錄 升了6個百分點 暫時就上到3毫6千半 公司方面有什麼消息呢 似乎暫時又沒有 不過似乎是那些叫做第一下的交易 就已經佔了4,280萬 平時真的相當整 一手9900萬市前的交易 9900萬股 涉及3267萬 每股造價3毫3指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暫時又未知 是啊 只是看到這個成交 已經是 15年年中以來最大的成交 當時15年中上去8毫多指 嗯 你一隻很快就被人淹沒回 整個壓榜當中 沒錯 幾千萬應該不會長得很久 反正都是一宗的交易 但是現在越升越油 我升百分之間 不如交代154百金絲水 因為我都幾多朋友問到 昨天Lash一出通過之後 波幅都很大 是的 有些朋友就想走 有些朋友竟然問想入 波 我覺得先講解了入就不好住的 當然啦 你說還有一個業績在後頭 業績這些東西 又是真的沒有人想到 反正我當日推介 不是業績 業績只是一個 bonus 如果業績好 當日推介就是憧憬 他去到通告的情況 好了 一直甚至乎週末都有更新給大家 那個當局一邊見到有 二審評一直在出 但是唯一是公司未出通告 想不到昨天我放假中就出通告 出完之後 還要大規模的好消息出貨 25.8會是股份的一個重要的關卡 那個位置開始有一個 約莫1元的一個叫做 橫行的重倉的支持 所以今天看一看究竟開市之後 雖然就低開 叫做低走 暫時跌3.3的百分點 最高是25.8 看一看究竟今天可不可以 站到25.8的水平 那如果站到的話 我覺得不跌都跌了 儘管看看他是不是會橫行 這幾天直到出業績的時候 才有更新的方向 所以我會認為25.8這些位置看著 中午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再更新的 那15.4.8大家就耐心少少 Joanna就問到60.6.8怎樣看 60.6.8也是之前我們都喜歡看的股份 當然了 講到教育股 其實今天開始也有一個教育股會招股 是的 又是教育股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都可以拉一拉回 影子概念 是的 是的 不排除的 不過要看招股的情況 當然要看一看市況方面 走不走 招股方面 反應是不是理想 包括超購和股份 能夠以一個上限定價 如果一切都好的話 又上市又各樣可以升上來 其實兩個IPO前IPO後 看一看可不可以大動到暫時做教育股的氣氛 這幾天就沒有怎樣炒過了 除了1317豐葉教育 應該說前天還有一棍 但60.6.8真的沉寂多時 現在5.83 在圖表上 暫時就出現了一個叫做頂背池的情況 今次疑似破頂 但是RSI配合不夠 暫時可能要退手一點點 現在在考驗20天線的位置 我認為金浪曾經落過去這些低位 先插圖 在月初的時候 曾經落過去5.68的位置 我認為大家可以儘管看看 最近這些支持位 會不會有支持 不需要急著 因為它環繞6元這些位置 其實仍然是2-3%左右 5.68的話 即是連條20天線都沉寸 如果你看這一枝陰竹 這枝陽竹當時的底位 就是20天線 就是大概現在這些位置 如果20天線一失去 就要看底位 是呀 一來就是那支 就是第二枝陽竹 第一枝陽竹的底部 大概就是5.68 左緊 為什麼我會說 可以多一點 一毫兩毫子耐性呢 一來就是 剛剛入了北水 當然入了北水之後 沒有預期地很發瘋地炒 二來股份其實現在 都還是一來教育概念 本身吃香 這個在很多不同節目 和我們講座裏面都講過 二來公司方面 股份 多頭排列 還是5條線排好了 就連10天線 插穿20天線的情況 都沒有出現 所以這樣的情況 我會認為 照保持住 儘管看一看市況方面 配不配合 今天市場就叫黎黎地 有朋友就說 不如講一下五保和六保的情況 好 五保應該是中興通訊 是的 七六三 那天就 除非光簽出了業績 有沒有搞到中興通訊呢 其實搞就搞不到的 不過股價真的不長 這幾天 暫時 你見到最有把握去突破的時候 就是過去兩天 但是都衝不穿 29.6毫半的這個前頂 所以我經常都和大家講 先看圖 看著之前一支陰燭 29.6毫半的位置 衝不穿 就不用有額外的一些部署 例如買貨 再怎樣加貨 只是貨底拿著就可以了 這支就是七六三 短期都是 一來就看市況方面 什麼時候做好 二來就留意 公司方面 三月十五號 即明天 星期四 就會出全年職 我們看看 全年職方面 會不會講到 5G發展 未來的營利前景方面的因素 還有綠寶 綠寶就是2.186 綠葉方面 又是來到7元這些位置 又被人打回頭 是啊 其實公司方面 就到昨天前日為止 公司仍然有很多 關於新藥的研發消息 都幾多自願性通告 去吸引投資者注意 參賽又是那一句 目前似乎 都是6元 6.6 以至到7.27 不需要特別去額外部署 一日都是衝誤穿7.27 但是下方 目前三線匯集 十天、二十天、五十天 一齊匯集的時候 我想儘管有貨的時候 照拿著先 不需要加 要突破7.27 才有突破悶毒 現時三條線 站在這裏 應該都可以支持到 三條線 都是在6.75 我們說到 今天的市場 就真的好像立立地 那樣上陣 又立立地 又未上回3,500 跌12點 還未上回3,300 卡普問 是否短時間之內 2018 同樣都會震動 它是149元 入 那要不需要先吃了呢 如果149 現在的樣膜 就拿著6元 左近 這浪 又是 即使它彈 它就維持了 叫做突破 兩日之後 就暫時滾下來 我會比較看重 早前157.8的位置 似乎突破之後 現在又再得而復失 所以留意著 這些位置 尤其是這個位置 157.6 更加都是 差不多 如果短線站不上的話 不夠強勢 絕對有其他選擇 你看看會不會有吃就先吃了 那2382 是不是要有吃就先吃了 2382 其實相對是強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當日那支大竹 其實 碎升就沒有 變成124至134 之間這些位置 突破了一支洋竹 目前高位震盪 當日收143.8 留意一下 這個破頂位143.8 目前只是143.3 其實即是說 連那支洋竹 都未被吞逝 相對有力 有貨的話 照保持著 看看可不可以 市場盡快調整 它又硬撐在這些位置 盡快上下去挑戰 11月份的高位 竟然有朋友問到 三號仔和六號仔 是 他說三號仔和六號仔 都有貨 是否要等業績先走 如果你買這些 說真的 是否要長線 拿來收息 如果是的話 不用等業績先走 不過事實 股份以公用股來看 最近真的升得比較厲害 尤其是 你留意一下 跌之前有個頂位 現在都衝穿了 你問我的話 尤其是低位賣 我不知道 15.6 剛剛是剛才所說的 這些頂位 跌穿15.6 才在價格上 要考慮擔心 否則 價格不擔心 還等著派息的話 不需要太過分 去敏感部署 至於六號仔 六號仔 是否都是這樣看 因為都是長線少少 六號仔 似乎公司方面 是否仍然在搏 是否仍然在做特別息 成哥退休 成哥退休 是其中一個市傳的因素 花旗也在早前發了報告 即是預料 公司方面會派一個七個半的特別息 當然 這個衝景 歸衝景 現在越來越貼近2月初的頂位水平 過去這一浪 明顯看到十天線一路托柱 十天線不穿的話 不用理會 剛剛有看到一個特別的新聞 就是1316這一隻 內細打 是的 隔晚出了業績 出完業績之後 今天被人大洗 會不會像之前這樣 這陣子很多都是一出完業績 就被人洗 昨天長飛光纖洗完之後 就升上去 是的 人家的業績是OOKK 這份你要先看 全年順利3.52億美金 派末期息2.8個美鮮 增長方面 收入方面 毛利方面 都是錄得增長的 似乎 但是增長得很少 是不是屬於市場的 一個比較失望的水平 如果看一下可不可以 盡快找到早前 即在去年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中期業績 暫時現在看到 曾經很多間大行 都在8月份的時候 推升過它的目標價 和投資的評級 中期的順利 當時在8月15日出的 是1.8億 升兩成的 現在暫時來講 全年到3.52億 剛剛一個倒數 但是市場不收貨 現在還跌著16.2個百分點 瑞信說它跑輸大市目標界 還要看到10.3個圓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整個年度 走勢等於 還原基本步 留意一路上 一路下 等於去到9月的位置 都未定 目前千萬不要接飛 因為勉強去看 其實股份方面 早前都有商底情況 當時當然未出業績 大概在這些位置做商底 而今天一開始已經是破商底 所以你刀下來的時候 走勢不多兩例 建議大家先不要搞它 所以業績股真的有一個風險 其實是的 未必出業績股 就能夠給予收尾 好一個預期就說 符合預期又不行 跑輸預期更加大洗 大家自己去留意 好了 這一節又講得差不多 最後補一補 你先補大市 好大市方面 跌幅收窄了1億 因為剛才是跌差不多400點 現在344點 跌31,258 看看內地方面 還未收復3,300 金絲瑞生物科技1548 暫時收復失地 現在大市跌340點 平手26.5 低位25.2 而記緊 現在剛剛到升五仙 記緊今天25.8 是必首位 但願可以來個低開高走 首穩25.8 我還要講完我的金碟 我BATTLE的金碟 吹完業績之後 現在在成加磅當中 升到接近6.6% 公里 有課的朋友就拿緊它 我們11點9節目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 再見 我們《法國》 1.8 3.8 下院 1.8 7.8 1.3 1.3